刚卸任的中国前总理李克强 过世了 今天清晨的这个消息震惊了多少人 理由是心脏病猝死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李克强 最后一次的公开现身 八月底气色多好啊 走都不用人家搀扶 就这么清清爽爽的在这个地方 于是我们理出第一个不合理 他今年才68岁耶 周南海卸任高官 长命百岁是一定的 网路一片质疑 难道三月卸任到现在十月 就被弄死了吗 再给大家看这一段画面 师徒两人 你们看到胡锦涛众目睽睽之下 在嫁出人民大会堂之前 他去拍了一下李克强的肩膀 到底拍出了什么模式密码 这是最后的预警吗 更离奇的是 李克强猝死的时间跟地点 跟历史一比对 有着非常要命的重叠 敏宽来告诉我们 发生什么事了 就在今天亚洲最重磅 没想到中国前国家总理李克强 卸任短短半年不到 居然已经逝世了 而这当中我们来看到 中国所发出来的一个文稿 目前李克强同志近日在上海休息 2023年10月26号突然间心脏病发 经过权力抢救无效 于10月27号临时时分于上海逝世 享年68岁 大家全都吓一跳 为什么呢 中国的高官 素来以长寿闻名 但俊相哥 这一个文章当中 大家一看 有两个猫腻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猫腻 目前他应该人在中南海 什么事情 让他在上海休息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大家一看 懵了 为什么呢 怎么会突发心脏病呢 我们来看到 8月30号那天的一个架构 先跟各位谈 李克强一辈子 非常的 简于所谓的饮食 他吃东西非常小心 所以他一辈子最重要的 请各位注意看 以一个68岁的老人 他的身形很鲜瘦 大概70公斤不到 观众朋友 你现在看到的这段画面 是8月底 8月30 31号 李克强卸任之后的 最后一次公开现身 地点在哪里 地点在敦煌 在甘肃敦煌的末高窟 你仔细来看看 身体健康 好得不得了啊 对 没错 而且下面的人不是跟他说 哇 总理好 总理好 然后李克强还挥手 对不对 然后李克强先跟各位谈 他目前就神清气爽的 坐的高楼 他就一折一折的 一个走上去 但这个就是他 生前最后的一段录影了 但我们来谈几件事情 一样是在整个甘肃 各位你们知道吗 22年的时候 那时候他还没卸下 所谓的一个国家总理 他那时候到甘肃去的时候 我们发现 包括了像甘肃的书记 甘肃的省长 都跟在旁边 但是他这次旁边跟着谁呢 第一个旁边跟着是 敦煌研究院的党委书记 这个叫赵申梁 俊向哥 人家说人走茶凉啊 这个就是第一个 想不到呢 这是一个人民所流出来的画面 这个是下面的人拍的 就官方来说 这段的录影并不存在 那我们再来看 整个官媒呢 是到现在还没有说 只有甘肃清旅 发布这则讯息 想不到官媒迅速的就删除了 对于整个习近平目前的政治体系来说 李克强这三个字是不能够出现的啊 两个奇怪 第一个奇怪 他能走能挥手 这么健康清爽的人 像是会在8月30 现在才10月底 两个月的时间就心脏病发生亡 可能吗 第一 第二 人走茶凉的情况之下 到底他是犯了习近平什么样的忌讳 怎么会才卸任六个月七个月而已 你就让他通通从荧光幕上消失了呢 我们先来谈一件事情 中国的高官 他们有整个寿命非常长的 这个叫高官特权 为什么有这个高官特权呢 俊向哥 我们来谈两件事情 中国所有的高官呢 他们的食衣住行 由中国的特工组来做提供 所以你的饮食是跟别人不同的 甚至于你的医疗 你的医疗的话 中国不管是在位的高官 或者是退休的高官 由全世界最厉害的三栋腰医院来负责 所以连国内的出名的一个医生 这个是蔡依晨医生都说了 不对呀 这个级别的领导人猝死 这个很不应该吧 然后呢 他后面他说了几件事情 蔡依晨医生他就说了 心脏病猝死 常常是基于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叫做冠状动脉阻塞 第二个叫做心律问题 但就像个 这通通检查了出来 这通通有所谓的过去的一个历史 可以考察的 但我们这时候往内一看 最大的一个猫腻出现了 什么猫腻呢 来跟各位说 这个真的是官场上面的一个残酷 中国常常有一把手修理 二把手的一个历代的一个相传 包括了过去的林彪 周恩来跟华国锋 他们后来二把手都惨遭到 整个一把手的一个修理 所以这次呢 李克强突然间心脏病发 大家是有重重的一个联想啊 一个道理来 网路上的网友就这么问 他才三月卸任到现在十月 七个月的时间 就被弄死了吗 我要问 这个心脏病发猝死 所以中国网友才说嘛 哎哟 肥胖的人会有心脏病 可是我们来看看李克强 李克强的体重 大概就七十公斤左右了 而且各位仔细的还看 他连肚子都没有 他不是个大肚男 你跟我说他这个时候 突然间心脏病发 我信你个差呀 他整个网友就直接这么说 所以现在呢 很多人就说 这个会不会后面有大阴谋呢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情 俊强哥发生什么事呢 2017年有一位55岁的华裔的妇女 他那时候也以为 自己心脏病发突然间死掉 结果呢 后来这件事情 经由整个后面四年的一个查证 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 这个是长期未毒 什么叫长期未毒呢 你说你以为的心脏病 其实是被下毒啊 没有错 这个华裔的妇女呢 四年后才被发现 生前是长期被投影 非常清亮的氢化物 在你的饮食当中 你就日积月累 时间点到的时候 啵的一下 各位心脏就病发了 而这次呢 大家往内一看 觉得最胆战心惊的一个地方 是在我们来看下面这件事情 毛泽东死亡的时间 是在1976年9月9号的零时时分 那这次呢 李克强猝死的一个时间 是在2023年的 11月27号的零时时分 请各位来注意来看 这当中呢 两个人的整个死亡的时间 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突然间想到了 这个零时时分的时候 毛泽东最后死亡的那一年 各位周恩来也死了 中共的大员 一个一个的接连 回到了天家 中国的官场 经历了一场 非常大的一个清洗 到底这一次 会不会又出现大清洗 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地方 好 如果这不是一个单纯的 受周正寝 这不是单纯的心脏兵发猝死 那接下来的问题 就更敏感了 一个都已经卸任的总理 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他还是习核心的一个眼中钉吗 没有错 我们来看 刚不是跟各位说吗 8月30号的时候 李克强才出现在甘肃的墨高窟 而且官方没有任何的一个记录 对 郡向哥 在9月4号 甘肃省的张义市的火车站 居然出现了运送中 大量的一个坦克车 怎么会这么干好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今天李克强到那个地方 去散散心 跟大家打打招呼 总理好 的时候 他人籍可能都还留在甘肃的同一个时间 部队居然把大量的坦克派过去了 没有错 而且呢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李克强他可是出名的一个老实嘴 什么叫老实嘴呢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李克强离开了整个国务院前呢 特别跟共事的 因为各位去想想看 现在一群人一起工作了十年 总是有一些革命的一个情感嘛 最重要那一场告别演说 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 人在干 天在看 真的是苍天有眼啊 讲了这句话之后 大家都为李克强捏了一把的一个冷汗 各位去想想 习近平 他讲这句话 习近平听得下去吗 各位还记得吗 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最骄傲的一件事 俊湘哥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全中国有六亿人现在已经脱贫灾冒 中国现在已经走上了小康世界了 想不到呢 李克强出来直接把这句话戳破 为什么戳破呢 他说第一个 中国现在有六亿个中低收入跟以下的一个群众 目前一个月的一个收入是不到一千块人民币的 然后呢 他就说现在呢 在现在肯定所谓的一个地摊 地摊跟小店经济就是就业岗位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是人间的一个冤火 没有想到呢 习近平不开心了 习近平包括了中宣部 包括了央视 包括所有的媒体说 不行 中国通通不能够有所谓的 中国现在是进步的一个中国 不能够有地摊了 所以呢 要求媒体删除所谓的一个报导 所以好多人那时候真的眼泪都快哭了 花了钱买发财车 花了钱去买了一个摊位 十天就收摊了 这就是两个人的政治角力啊 但讽刺的是 被习近平打脸完 我们进步的中国不需要地摊经济 才讲没多久 地摊经济又回来 只是这一次回来 拉不起中国在疫情之后下坠的经济啦 没有错 在中国的政治当中分成两个脉络 第一个脉络叫做太子党 太子党当中呢 习近平因为爸爸习仲勋 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军人 所以呢 这个是太子党过来的 另外一党的部分的话 叫做技术官僚 这个叫做共产党的技术官僚 简称团派 团派过去呢 通常都是总理 胡锦涛本身就是团派出身 那我们来看哦 去年二十大 李克强身为团派 最后的一个领导的一个人物 他们都认为说 那李克强后面 会不会团派 还有人能够活在整个习近平的习体制之下 俊相哥我跟你说了 团派变团灭啊 包括了李克强 包括了汪洋 包括了胡春华 一个都不留 连政治委员都没有 李克强他是直接裸退回来的 所以呢 后面大家直接看哦 跟我们仔细想想 在整个媒体当中呢 习近平是什么呢 习近平是那个骑着蝸牛的 中国蝸牛 可是呢 欧美的一个媒体呢 去谈论到李克强 还会说李克强经济学等等的 所以敏宽这么一讲 似乎一下子都清楚了 在外国媒体当中 搞经济 当然听李克强的 习近平是外行 所以一尊一杯 慢慢埋下了习近平心中 对李克强的借地 这个借地会不会变成眼中钉 第一 第二 今天的李克强促势 大家在想 想起一段让人不寒而栗的画面 记不记得 那个胡锦涛当时被嫁出人民大会堂的时候 拍了李克强几下 对 大家忍不住要问 他那个千言万语 拍了他 要讲什么 在中国的团派当中 李克强一向是被 撕毁 胡锦涛的嫡系弟子 简单的说 两个人就是师徒 可是当整个胡锦涛 被抬出去的时候 那个脸上的只惶恐 最近 最后拍上整个李克强的时候 那个李克强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他挽球是发抖抖了一下 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交代 他是不是告诉他四个字 接下来 你自求多福 简单的说 两个人后面其实都没有好消息 但这件事情仔细来看 这整个李克强心脏并发 真的是让整个全世界突然间吓了一跳 但这个后面会不会引发更多的心风血雨 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 邀请您 一起加入五七爆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挖针酱 未经许可否许可疑 感谢观看